好 再来说一下后期 后期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五六件神装之后 能团得过 那就直接跟团 这因为团得过直接跟团 这是这个游戏 一游戏的最简单的办法 就团的随便的 那这种情况肯定是 无脑棒团最好 因为单大的话会容易失误 那可能这是 赢游戏的最简单的办法 但是如果团不过怎么办呢 相信这是大家 碰到最多的问题 因为老师 有人问我逆风局怎么打 逆风局怎么打 逆风局肯定是 团战打不过的局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要分为两种 分为两种 看队友守不守得住 就这时候我们已经确定 我们团战肯定打不过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 这时候要分辨一下 队友四个人 是否能在敌方五个人的压力之下 把塔守住 因为有一些手 出去 虽然躺不过 但是在塔下能守得住 对不对 就队友的清平线能力还可以 那这些看队友 能不能守住他 如果队友 能守住他 就对面队友四个人 能守住 对面五个人推进的攻势 能把塔守住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干嘛呢 单代偷塔 乌妖之祸 再加上 再加上高法强的卡牌 推塔速度是非常夸张的 这个影响我们会用视频给大家看一看 好吧 但如果 是我们说的 最坏的情况 什么叫最坏的情况 既团不过 队友也守不住塔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需要干嘛呢 我们就要跟团守塔 因为队友守不住 但我们卡牌是有一定的清平能力的 配合队友一起 也可能五个人 虽然出去 团不过对面 但我们五个人可以把对面 五个人塔 推塔的攻势守下来 也行 那这时候我们就干嘛呢 死守防御塔 等敌方 先守 因为他们想推塔 他们肯定会动不动的 想把我们歼灭 对不对 他不可能说 当着我们五个人的面 把高低拆了 这种情况一般就输了 如果别的五个人 能当着你们五个人的面 硬把高低拆了 那基本上 游戏就已经输了 但如果敌方 不好硬拆 他就必须要有个人 开团 那一旦开团 他们就会有人扛塔 对不对 那这时候就是说 等敌方先守 开团 然后我们再找机会反倒 就是三种不同的情况 我们也是给大家用视频来看一看 这是首先是给大家看第一个 队友能守得住的情况 刚才那种 能打得过直接抱团的情况 我们就不给大家放了 好吧 这个东西应该不用 我放视频给大家看 你能团得过直接抱团 还需要我讲 你们就直接五个人 抱团推动 推上推下就行的 这个我们就不讲 你着重讲刚才的两点 就团不过的情况 首先这是第一种 团得过 但是队友能守住 我们这里给大家看看 团不过 但是队友能守住 好吧 你看这里我们场上的比分 我们看右上角 场上的比分 是我们27对面40 对吧 这很明显是我们出去团 肯定打不过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不要 再无脑的去跟团了 但这把是我们队友能守 守得住的局 为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队友的阵容 上单是瑞兹 亲民能力非常强 ADC是侠 亲民能力也非常强 火男也有亲民能力 然后进化W的躺狼 肯定也有亲民能力 所以说我们这队友 我们虽然正面五位五团不过 但是队友四个人 是能把他守住的 那这种情况 是非常好破解 就是干嘛呢 我们就担待 这时候我们就担待 因为对吧 对面五个人推 反正我们队友能守住 我们就担待 一个人去偷他 我们后面的话 可以给大家看 卡牌的偷他速度 其中的细节 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主要是讲 卡牌这个时候的一个 应对方式 你可以看到 这时候就是我们利用了 我们大招了 你看这时候敌方 地图上一个敌人都没出现 就唯一的对面上单 在下路出现的 我并不知道敌方的位置 我不敢继续待 因为我这把是烈死 对不对 我要继续待 被别人抓了 戴不成功了 那这时候就先开个大招 看一看对面的人 是不是来抓我了 才敢继续待 对不对 一看没有来抓我 那就继续待 因为对方的人的分布 全在下路 我们就快点继续待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卡牌的推打速度 记住大家记住 今天的这些个叫 卡牌的全局思路 是思路 不是特定的情况 就是大概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该怎么做 而不是特定的操作 什么之类的 不要注意操作 你看卡牌的推打速度 有多快 就是说你们以后 碰到这种局势 你该知道自己当时 应该干什么 而不是无脑的 对吧 无人优势劣势 都是暴传 看没有 卡牌的差达速度 乌鸟之后 在破口上 但这里我反应 其实不够高 如果有帽子的话 推打更快 看没有 这种情况 就是我队友守得住的情况 我一个人拆塔 我队友把塔守住 这里虽然我们队友 只有两个人 对面有四到五个人 但他们仍然推不下 推不下我们的高地 这种情况 一般外塔是会放掉 烈士的时候 外塔基本上都很难守 一般都是高地 那这时候你看 那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对面就有人来回房了 那他回房 有人会说 是啊 如果当代有人守我 怎么办 守我这种人我还打不过 刚好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教学例子 就 如果我放一个 没人守的 你会说那边傻子 卡牌带没人守你 对不对 那现在碰到一个会玩的 知道来守我 我还打不过他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直接回家 为什么直接回家可以打呢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点 小人来守我了 那是不是就代表 他们下路 就推我们高地的 这几个人 最多只有四个 大家一定要想想这个点 小人回来守我了 那代表 在我们下路 推我们下路高地的人 顶多就是四个人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们的火南 可以看到 火南快复活了 我们就不算 因为这个瑞兹是刚刚被秒的 好吧 就不算这个瑞兹被秒的话 就火南 即将复活 那也说 这个时候我回到下路去 这时候我回到下路去 那么就大概率是 我们五个人 去打对面四个人 如果说这个时候 瑞兹没被秒好吧 如果没有发生这种意外的话 就是我们 配合上马上复活的火南 就是五打四 对不对 历史局我们五为五打不过 但是五为四还是有机会的 如果你五为四都打不过 你下一把 兄弟 咱别说了 好吧 咱不受这气 下一把 行吧 你跟我说五为四都打不过 还有什么好玩的呢 是吧 我只说这种 历史局有得一搏的 就是以多打少 一般的话 即使敌方有优势 还是很难 四打五的 好吧 所以这波我们就 小人如果回来守 我们就回家 把这些 推我们塔的人收掉 如果小人不回来守 那我们就继续推他 也不回去 因为我说了 我们队友可以把塔守住 这时候注意一下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地图形象 好吧 小人在上 下子在下 不下子在中受错了 下子在中 那代表什么 敌方下路 有多少个人 三个人 那这时候我回去 那就是三打三 在高地下面 三打三 是不是有机会 而且敌方的 小人是主力型英雄 小人是他们主 因为这把 对面小人是非常重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DIB TIB的晶分板 看一下 看一下 看我哪里有切晶分板的画面 哎呀还算不看 大概率就是小人这把 他们最顺的点是小人 好吧 因为他们终于也一直在抓我 好 这波我回去 这波我回去的时候 我们刚才也是有这个信息 什么信息都要看好 首先是我们之前知道了 小人在上 下在中 那代表敌方下路只有两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 注意一下 我们多少个 是不是四个 对不对 虽然我们劣势 三为三打不过 四为四打不过 五为五打不过 但是什么打得过呢 五 四为三打得过 对不对 那这时候敌方只有四个人 我们有三个人 不敌方只有三个人 我们有四个人 那我们就干嘛 立马把敌方的人留住 看一看 这是敌方 这种优势的人 确实挺容易给机会的 说实话 不是每个人都很稳的 包括我这个钻 钻三的局 他还不是喜欢的呢 对不对 立马找到机会 四个人找机会 打对面三个人 把对面的这个辅助 先留下 把辅助秒掉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我们接着就稍微 就说 搬回来一点点 因为敌方只要辅助死了 他们就不敢继续推了 对不对 他们辅助一旦死了 就不敢继续推了 毕竟必须要等五个人复活 然后这种小人赶过来了 瞎子也赶过来了 但是我们还是能比他们多 我们注意一下 这里 螳螂 我们这波把对面的辅助杀了之后 我们螳螂还是活着的 这波我们是四个人 对面是三个人 对面是中野以及AD 但很可惜 这里我们混蓝被秒了 但被秒了没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小人把他的技能全部用了 所以这时候 即使是我们三打三 也有机会 我们直接帮AD 共性一张黄牌 AD操作一下 反正这个波 大概的思路就是 你多打少 打赢了 后面应该是打赢了 瑞兹也复活了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中后期的第一种思路 就是队友 如果 就我们团不过 但是队友守得住 那么就忧心淡淡 去牵制别人 去牵制别人 然后再 像我这种方法 以多打扫 我这波带线 不是为了别的 不是说我一定要拆你塔 而是为了牵制你们的人 因为我刚才说了 如果小人回来 那么就撤回去 五打四 小人如果不回来 那么就 让队友四个人守对面五个人塔 守得住 那就游戏有机会 守不住 那反正你 烈士局也该输 对不对 就这种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种 也是说 大家想到的最坏的 就是说 能处理的最坏的情况 就是 这波 这把视频还有 后面还有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我先用复活 复活之后 可以看到 我还是 后面的剧动还是一样 我们先看一下 刚才那波团战的结果 好吧 这个也是得看 都是信息 这里堂囊 应该是把对面ADC收掉 然后对面上单也应该死了 我记得应该是死了 这对你看对面上单 这一个对面上单一个人 打了 把我们三个人 全部打残了 太夸张了 好 然后我们复活之后 我们这边 辅助复活之后 我们这边有四个人 然后好像这些人 队友想打大龙 因为对面的ADC还没有复活 然后这里 堂囊的话 反正在大龙附近晃吧 对面五个人都是活的 看一下我们处理 首先的话 这里我们是 其实就是去大龙 往这里做一下视野 然后小人 抓到了我们的活南 这记住我们说的情况是 团不过 但队友守得多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时候 即使我飞过去了 就是说我这个时候 去正面的 一定要去打W5 是没有什么太大机会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 验证过很多次了 就是W5打不过 所以我们才需要担待的 所以这波我在大龙这里 跟敌方排回了一会儿 排滑了一会儿之后 看一下我们的举动 AC去上收线了 对不对 那代表是什么 我们这边只有 就我即使加入战场 也只有四个人 也只有三个人 因为我们火南被秒了 对不对 那我就没有必要加入这个战场 因为即使ADC来 我也加入战场 我们也是四打五 本来就是烈士 四打五肯定打不过 所以你看到 我的角度干嘛 直接快速的做出决断 推中 让队友去守大龙 因为我们刚才还是那句话 我们说了 我们是只是五为五 正面打不过 但守得住 守得住是什么 对面打大龙 我们队友守就行了 你看到没有 我又去担待了 这把游戏 本来我们是大烈士的 大烈士开局 就是依靠我们几波担待 把战场打回来了 我们刚才最开始进来的时候 我记得是20比40多左右 对不对 但是这几波打下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我们人头 就直接搬回来一点 而且最后这一波 我是直接把对面 一波基地拆完了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队友吧 这里队友是解决的 敌方一个小人 就解决一个小人 然后对面 他拿的话 看有没有解决另一个人 对面就死了一个小人 然后对面四个人 这时候敌方还有四个人存活 四个人推我们上 但我一个人在拆 瞎子回来守我 这也是一种牵手 但这个时候 为什么不回去 好 有可能会说 有人会说 你这波把两个路推了 可以回去啊 是不是 你两条路都拆了 为什么不回去守家呢 这也是个关键点 为什么 你想想 因为当时 我是没有看到瞎子回来的 我以为 第一是我以为瞎子还在打架 其次 其实注意一下什么呢 其次是 对面有 即使瞎子回来了 他们另一边 还有三个人推进 对面的上单 当时看下路那波吧 上单也可以一打三 就即使我这时候回去 想想什么呢 我跟火南两个人 去守对面的三个人 我一个中单 加一个辅助 去守对面的上单 AD 加辅助 你觉得守得住吗 我回去也很难守 对不对 那这时候不如把希望寄托给队友 反正我守不住 但我一打一打得过这个瞎子 那我就跟这个瞎子硬腿 这个时候你没办法 你只能相信对面 因为我回去守 这个时候我回去 能守得住吗 我可以给你一个答案是 守得住 但是我回去 我们上路高地还是没了 就只能说守得住基地 但守不住高地 而且守基地还是有风险的 因为只要火南被秒 或者是我被秒 就我跟火南任何一个人被秒 我们基地都要被推平 因为对面是三个人 我们只有两个人 非常谨慎 但是这个时候 我如果在对面加这里 是我一打一 但大家可以看我等级 我18级下15级 我一打一是没什么问题的 对面小人死了 对不对 那我就不如赌一波 这时候就是得赌 有些时候完了后期 这种复活时间长 你就得赌一下 你必须要得 有些时候就必须得无偿的 相信对 跟别比拆家 对吧 我一个人把别人基地拆完了 这是卡牌的推打速度 当然这主要还是讲 这不是讲我的判断力 这不是讲我的判断 而是讲我们玩游戏的一个思路 卡牌的一个思路 我说了 如果正面团团不过 但是队友能守得住 那就一定要使用单带 偷塔的方式赢游戏 这我主要讲的是思路 不是这把的判断力 就是我们以后只要碰到这种 团不过但队友能守塔的情况 都是以单带赢游戏为主的 不是说我要去跟别人打正面 或者去跟别人强行的抢资源 当时如果真的回去守 其实这局游戏说实话 再打着打着我们还是输了 刚才那波我们跟别人换基地 是唯一的机会 因为我说了我们本身正面 就5为5是劣势 即使那一波推了对面两度高低 对面下一波再推过来 我们也很不一定守得住 好 那我们这个就不多说了 再来说一下第三种 也是说可以处理的最坏的一种情况 是什么团不过 并且队友也没有守塔能力 那这种情况又干嘛呢 跟团守塔等敌方失误 说白了就这种 你算是大烈射的局了 只能干嘛 只能等队友 等对面失误 对面不失误 这种局肯定也是赢不了的 好吧 那我们这也是看下最后一种 这一种是团不过 队友也守不住的时候 那我们就一定要5个人来守 4个人守不住 那我们就5个人来守 刚才这个 就是说第2点和第3点 守不守得住 主要是看队友4个人守不守 不是5个人 好吧 记住我们刚才说的前提 好 这里是4个的队友守不住 那么就跟队友一起5个人守 5个人守 等敌方失误 这里也是想注意一下 这个地图信息 所以为什么 强调我们高手一直强调 要看地图 因为每个地图 信息都很重要 别人给不给你机会 那都是从小地图看来的 看一下 这波为什么是称为机会 虾子在哪 注意一下 虾子在下 金格斯在上半野区 也这时候 我们5个人都是活的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敌方的上半野区 最多就4个队友在存在 就金格斯的旁边 最多就3个队友 加上金格斯就4个 虾子这个时候 在蓝马虎被我们眼看到了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地图信息 所以说 这个时候我们有两个选择 哪两个选择呢 第一种 抓金格斯 抓金格斯 5打4 第二种选择是 飞虾子 就是三个人去飞虾子 让我们这个下路守 守高力 我觉得守不住 为什么这里我们选择 飞金格斯 好吧 因为首先 虾子逃跑能力比较强 其次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动用完了 中上野 三个人的力量去抓虾子 那敌方如果4个人 推我们上路高地 我们这个下路两人组 肯定守不掉 但如果我们抓金格斯 就不一样 5打4 对不对 而且对面这个虾子 一个人推不了他 因为你看下路的兵线 还在这个地方 他想推我们下了他 必须要把兵线 带到我们下了他才行 但我们上路的兵线 是马上要进入我们高地的 所以这里就抓金格斯 来一步不打4 这就是机会 你们所认为的机会 不是说对面送给你的 而是你通过小地图 抓住的机会 那这不就是我们直接 跟队友点信号 表示 虾子在下 金格斯落单 我们上栏非常果断的 直接开大刀 我听到上栏开大刀的 第一时间 立马开大 那这时候又给了 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什么呢 蓝刀还不在 虾子在下 蓝刀在中 这是非常完美的信息 也代表什么呢 这里他们只有三个人 你再怎么说 你看这把我的战绩是0-6 我们人头比是29比11 但是就算在这么逆风的情况下 对不对 我们不服打三 还是 这就是机会 能多打人少 就是机会 这就是也是卡牌 这个英勇的精髓 就永远利用你的大招的 这个 呃 资源效果 永远去 以多打扫 那这里我们把敌方 金格斯杀掉之后 就拖了敌方一波节奏 因为敌方ADC一旦死的话 我们这个拆塔的一个 节奏就得缓一缓 然后敌方虾子 这时候也上头了 啊 什么叫上头呢 就是 对面本来ADC就死了 他们还想4打5 这代表对面有多顺的吧 他们ADC死了 他们还想打 很可惜 又送了一个 那这时候 啊 敌方死了两个人 那时候 对面三个人肯定不会 不会再继续推了 那这里给我们了一波 缓冲的机会 啊 这就是我们5个人守塔 啊 就是说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团不过 队友也守不住 那么就尽量就是5个人守塔 并且找这种 可以抓到敌方若单的人的机会 只要把人抓死 敌方就必须要等队友复活 才能再推 那这个等敌方复活的时间 就是敌方等队友复活的时间 就是我们的缓冲时间 好 这里缓冲时间就干嘛了 很简单 你烈士的时候 缓冲时间就像我这样 发育就行了 你也别说 我缓冲时间还想去 出去找别人打 没必要 好吧 你烈士就别出去了 烈士只能说等对面走 给机会你 好 你看我们就一直在发育 一直在发育 好 发育的时候也是 你看 你看这时候你听到我没有担待了 对不对 为什么不能担待 因为你看我们这边跟上把的阵容就不一样 我们这边唯一有清兵的能力的顶多算是一个老鼠 对不对 克列和这个孟严都精神 他不可能说别人五个人推他干 走到别人面前去清兴 老鼠的话 一个人清兴肯定也清不过来 对不对 所以这把就是对手守不住他的这种情况 我们就跟团 你看对面就一直在不断的去给我们这种机会 无论多高的局 其实说实话 这游戏就是比谁失误多的一个游戏 失误多就容易输 那对面就一直在找 就搞事给我们机会 慢慢的就翻盘了 这你看我一直在跟队友一起抱船收塔 但对面一旦撤回去了 就撤出塔的范围了 你看我们也没追 因为我们还是知道自己是烈士 不能乱出去追的 继续回来舍 把兵器收了 这是烈士局的一个 就是烈士局 并且对我守不住塔的一个处理方法 就跟队友一起守塔 等对面给机会你们就行了 你不用想着我主动怎么出去搞 出去搞就只有刚才上了那波的情况 就能多打能少可以出去 人数一样不能出去 你看这波孟爷死了 瞎子死了 人数一样我们根本就不出去 然后等下着复活 刚才队友这波也猛 好 这波就是我们也看一下 刚才这个信息也很重要 首先是我暴毙了 我暴毙了 本来我以为这把已经输了 因为这时候只有四个人守塔 而且克列已经被打下马了 所以感觉他舍不住的 但对面刚好兵线没到 还没到 对面也后面也是犯失误了 越塔了 我记得 他们把孟爷杀了之后 直接几个人开始越塔 我们克列把敌方的ADC切死了 然后蓝刀想过来越塔 被我们下毒双弹主 秀了 这波克列很猛 一个人把敌方的ADC切死 切死应该是把敌方下毒都切死了 孟爷把敌方的辅助打了半血 然后孟爷那个克列收割了 好 我们复活之后 这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图星期 就当我复活的时候 敌方 我们也是看一下积分板 敌方有三个人都死的 都在死 也就是说敌方只有两个人存活 而我们对面有四个人存活 所以这波我们就直接给队友 醒来之后 直接给队友点击好打大龙 当然这里也是队友给的我们希望 我们也准备打大龙 因为直接TP了 队友如果不来这里 其实我是想猜 猜对面上路一塔的 但队友来了 那就一起打大龙呗 因为这里对面还有两个人 在死的拼一波 这就是别人给机会的 越塔 对我们队友反秀 然后找了机会拿 把大龙一拿 那这个节奏基本上就往回 拿很多了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 开一下视野 看看敌方的人走到哪里了 大龙一拿 这里我们出去5v5 还挺难打的 所以说想先撤队一会儿 这里应该是没怎么打起来 应该是把柯利卖了 还是怎么样 没卖 我们回头打了 柯利一个人 把对面的一个辅助 好像又是切死了 然后我们这四个人 去打对面正面的两个人 金哥是被梦魇切了 OK 基本上打完大龙之后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一 就是说这一个片段 敌方送了三波 第一波是上路 这里我们就快速的回顾一下 这边这个片段的视频 然后第二波是 这里又是对面瞎子 又送了一波 下路敌方也是送了一大波 对不对 然后这波大龙 首先敌方之前 在大龙之前 已经送了两波了 然后大龙算是第三波 然后这里 大龙被我们拿了 算是第三波节奏 然后再到大龙这里 他们还死了 别说我们连续赢了四波 连续拿到的四波节奏 所以游戏就直接翻盘了 一般这种游戏 就是你想翻盘 一般赢一波肯定是翻不了的 一般都是要得像我们这样 多赢两到三波 你才有机会翻盘 这是一个后期的打法 今天的话主要是讲一个 游戏卡牌的一个全球思路 所以说讲了比较久 好吧 但我们最后的话 也是给大家总结一下 因为讲了很久 很多人忘了 好吧 我们就来总结一下 对线期主要是 不能被单杀 不能被抓死 这是对线期的两大核心 对 然后前期 就六级之后 有大招 六级之后 优先处理好兵线 有大招 消失在地图上 给敌方编度压力 有机会抓就抓 没机会 继续把刀捏着 给敌方编度压力 然后没大招 就继续在 线上耐线发育 只打资源 不打游者 中期 有大招 优先单弹 没有大招 优先跟团 然后多找机会 切屏配合队友抓单 后期 凤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我们团得过对面 抱团推 第二种 团不过 但是队友守得住 单带偷塔 第三种 团得过 并且队友守不住 那就 跟队友一起抱团守塔 等敌方失误 好吧 这就是由 卡牌这个英雄的 一个 传具的一个思路 好 那么这节的话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节目再见 对 OK